如果国家也灭亡了 人也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了 时间长了 大家就把你给遗忘了 所以最后一个意思 是忘记 跟着大节奏语文139 很多同学呢 在考试的时候 读不懂课外文言文 究其根本是因为你识词的积累不够 所以呢 我们平常要注意 积累文言文的高频识词 但是记识词呢 绝对不是死记硬背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妙的 记识词的大招 叫做联想法 看到这个王 可能你的头脑当中 只有一个成语 叫做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当中的王 是什么意思 不是死亡 而是逃跑 所以第一个意思 就是逃跑 那么逃跑了之后 这羊是不是就丢了 所以第二个意思 叫做丢失 那么如果人把命给丢了 是不是就是第三个意思 叫做死亡 那如果这个国家 把命给丢了 那就是国家灭亡 第四个意思 灭亡 如果国家灭亡了 人也死了 生死国灭 最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第五个意思 叫做没有 如果什么都没有了 久而久之之后 大家就把你给忘记了 所以第六个意思 就是忘记 识词的意思多意 很多意思呢 是源于古代的意思 但是它众多的意思之间 其实是有关联的 有勾连的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 这样的一个关系 来进行联想记忆 这样的话 你记忆的效率就会高 也会节约时间 比如说 咱们来看一下 2023年北京传的真题 它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故另行禁止 这个很简单 对吧 另行禁止 我们现在汉语也这样说 然后海内大化 天下断玉 这个玉呢 是一个古今异议 也是一词多意 那么这个玉 在这里指的是案件 就是说在整个团国 据审判的案件 只有400件 那说明怎么样 海内大化 整个这个国家呢 还是非常的太平的 然后语 行错 王毅 是王的意思吗 行错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刑罚 搁置在一边 没有人犯罪了嘛 自然就用不着刑罚了 所以这个王义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里这个王 它不应该读王 而应该读无 它是通无 表示的是没有 下一道题 2022年的全国卷 故处之土壤 市民非削弱 仅以旧王者 既失于城镇 过听于张仪 那么这个旧王者 我们有一个成语 叫做旧王图存 所以这个王是国家灭亡 那么为什么 它最后要沦落到 国家灭亡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它不听城镇的话 而过分的听信了张仪的话 所以这个王呢 就是灭亡 再来2017年的山东卷 说太清之乱 清属散王 王前面它是有个散 就是它的清属 全部都逃散开了 所以这里王就是散 散就是王 这里的王呢 不是说它的亲戚 全部都逃散开 然后死亡了 而是说全部都逃跑 四散了 因此这个王 就是逃跑的意思 那么各位同学 那用联想法 你记住王这个词的意思 小红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